204 成報 入國會通過新安保法南可九分更趨複雜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2社平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國今年慶祝戰勝七十週年 但在日本言,這卻是戰敗七十週年紀念 我們爭說國安倍受邀出席9月3日天安門閱兵 考慮旨在或前或後到訪 事林中挑釁 乃現在金武國內民間反對浪潮 而仍此佔議會大多數席位 強行通過新安保法 則時擺明向周邊國家示威 包括之後大聲回應的中國與韓國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部部長谷內政太郎正在此尷尬時刻被派往中國 與國務委員楊潔篪談9月首腦會談安排 亦有拜會國務委員總理李克強 看官式黑手圖片中李克強與楊潔篪的冷盡無揚 谷內縱使一簾亦稱 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日本國會通過的法案包括兩大項 其一是國際和平支援法案 其二是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 國際和平支援法案規範自衛隊只要先獲得國會的批准 可被派遣到紛爭地或對多國籍軍隊進行後方支援 之前如是 但修法後若要被派遣到海外的話 是以特別措施法為根據 故修法後 便可進促 不限地區出兵 而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是將十項現行法案規納為一組修正周邊事態法 規範可行使集體自衛權 新設了全立危機事態 在日本受到武力攻擊或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 國民的權利有截底遭顛覆的明顯危險的情況下 即使日本沒直接受攻擊 也可動武 本來的周邊事態法於1999年立法時 時設想朝鮮半島情勢有變 範圍是日本周邊 但修法之後 去除地理想的限制 改名為重要影響事態法案 智慧隊可派遣往全球任何一個角落 支援的對象 也包括美國以外的國家 譬如澳洲 安培爾沃特在法案通過前的記者招待會中說 我們所處的時代 沒有國家能獨力保衛自己 過去兩年 日本國民在阿爾及利亞 敘里亞和特尼西亞遭恐怖分子殺害 日本位於朝鮮幾百枚彈道飛彈的射程內 日本戰機星空攔截的次數在這十年增加了七倍 這是現實 我們不能不理會 戰機星空攔截的敵方是那一國 安培沒有明說 黑夜不提中國 它還真有點顧忌 只是它沒有明說的還多呢? 日本2015年度的防衛開支為4.98萬億日元 約3126億港元 創歷史新高 大部分軍事用於加強外海防衛和入美合作的裝備產品 如一次過購入20架噴氣反潛巡邏機P-1 以取代現役的P-C-3巡邏機 引進五架可向離島投放部隊的水直起降與英運輸機 三十輛用於離島登陸作戰的水陸兩差戰車 三架可作長時間偵察的全球英無人偵察機 以及六架最先進的隱形戰鬥機F-35等等 構置這隻軍備 一方面分擔了美國的軍事開支 以其主要供用為搶賭作戰 發探通過示威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提供法律依據 日美近年便不斷以中國武裝佔領釣魚島的假想為前提 進行奪賭演習 此外,印度洋和南海是石油運輸的重要行道 日本若聲稱別國的行動或危害其國家安全 便可在新安保法容許下 行使集體自維權 派兵往印度洋 使南海糾紛更趨複雜 釣魚台恩怨難解 安倍政府又企圖與美國 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結盟 構成對中國的協同威脅 我們也與在日本國會外通宵靜作抗議的當地民眾同一陣線 期待日本有更多人明白動畫大師江其進的說話 我認為 作為世界邊緣小島國的居民 我們應活在和平中 相關新聞刊A12